不少民眾很困擾 都會像我這樣子咳嗽 或者說是喉嚨癢 但是快篩怎麼篩 都是陰性 因此現在呢 有醫師提出 可以採取雙蛙採檢 來提高快篩的精準度 口罩拿起來 頭往後癢 雙蛙採檢怎麼做 醫師來示範 先從喉嚨開始 過程中口罩拿一半 但持續遮擋 避免飛沫噴檢 要採取的剪體 也不能只有唾液 而是要在扁桃線 多抹幾下 換採鼻子 來 鼻咽採檢 同樣深度轉五圈 但醫師說明 棉棒可換可不換 重要的是 雙邊分頭進行 提高準確度 但醫師說 其實雙蛙採檢 對一般民眾來說 可能有難度 如果是不是專業人士 其實都很困難 嘴巴掃 我給你保證 他一定一直抓你的手 另外加拿大 也有統計 快篩篩檢 敏感度 精取鼻子減體 敏感度有68.4% 用一支棉棒 分別採鼻子和喉嚨 準確度提高到81.6% 兩支棉棒 再提升成88.1% 兩邊來雙採 那這樣子的話呢 在加拿大的實驗 它可以把這個靈敏度 從70% 拉到80% 醫師也舉例 曾有放射科醫師CT值15 病毒量大 但快篩六次都是陰性 因此雙邊採檢 可能提高準確性 還有民眾感覺 部分快篩品牌 準確度比較高 同時用兩品牌測試 一排是陰性 另一排測出陽性 快篩品牌的這個準確度差異非常的大 通過美國FDA的一個廠家 他們得到出來的結果 靈敏度從40%到80%都有 醫師說明不同品牌 快篩準確度確實有差 但市面上販售大廠牌 準確度幾乎都有認證 重要的是 採檢方法正確 才能真的提升 採檢到病毒抗原的機會 TVS新聞 亞洲章一仙 台報道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